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有些朋友可能发现自己的七车一表上会有三个公里数显示 一般会有一个总的里程数 那这个数我们是改不了的 你想改它只能借助一些特殊的设备 那这就调表了 还有两个数比较小的里程 它是叫做小G里程一小G里程二 或者有些车像我这个车一样 它只显示A里程和B里程 那这两个小G里程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个小G里程一和小G里程二是可以自己清零的 大家放心 清零它们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总里程数 这两个就是里程的自定义模式 你可以把小G里程一设定为一箱油可以跑多远 加满一箱油把这个小G里程一给清零掉 等这箱油跑完了 你再看一下这个小G里程一上的公里数 就可以算出一个大体的油耗了 这个里程二 你可以把它作为两次保养之间的公里数 比如说你的车是5000公里一保养 如果你去看总的里程数作为参考 可能很麻烦 因为一般总的里程数都不会是整数 有可能5000公里以后 你就忘了最开始那个公里数了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里程二了 你可以在保养完之后 把里程二清零 然后什么时候这个里程二到达5000公里了 你去保养就可以了 很方便 除了这个里程分为一和二呢 油耗也分为一和二 有些车的油耗呢 叫做平均油耗一和平均油耗二 有些车呢叫做顺时油耗和已行驶里程油耗 其实平均油耗一呀 就是从你的车 启动开始到你的车下一次熄火 这段时间的油耗 顺时油耗呢 会随着你的车速快慢 油门深浅随时在变化 所以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参考性 那平均油耗二和已行驶里程油耗呢 就比较有参考性了 它就是你这辆车整体的一个综合油耗 我们平时说呢 你的车上几个油啊 就是说的平均油耗二上面这个数字 好了 大家都学会怎么去看小级里程和平均油耗了吗 是不是对自己的车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呢 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啊 能够帮老家 也谢谢大家关注